上課 我們的課程網,我是說要上程不上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我們上一節課最後是講到 機器裡面的甜通顆粒 Solid support material 機器裡面的 有些什麼樣的一個基本條件 還能當 Idea solid support 這邊應該有了一些特性 目前在用的話 主要的還是用天然的材料 這邊也蠻特別的 細架體 這樣的一個材料 我們先買的課本裡面 還有它的一個 顯文鏡下面的 一個圖片給你看一下 細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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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當然具備了很多的上面這些條件 另外呢 particle size 這個地方有一個英文字 這個單位 這是一個單位 Mesh 這個Mesh呢 就是有點像 像我們在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塞 用這個塞子 有這個孔洞的那個塞子 那有點像你們看電影裡面 他們在洗那個金沙 我們再找那個黃金 去河裡面 然後要去塞那個黃金 還有一個塞子 那塞子上面有孔洞 那孔洞的大小 那麼就可以去塞出來了 那這個在我們在 在科學上 就是我們在這個科學上面呢 最研究的人 他也有這樣子 不同孔洞的這個塞子 所以當我們去做 固定樣米的時候 不把東西 比如做米 八分米 磨成粉末 那我們再經過塞選 你可以控制說 我的顆粒辣小 是在哪個範圍 所以這邊是一個範圍 從多大到多大 那這個範圍這個大小呢 就是它能夠透過 這樣一個網塞的孔洞 所以它這60到80mash 就是代表你的 這個網塞的孔洞的大小 那顯然就是更小 所以這個mash 是我們中國翻譯成網目 它的孔洞 它的大小 那 你大概稍微記一下 比如說我們 GC的 如果是packing material的話 packing color的話呢 它裡面的顆粒大小 就記一個數字 就150μm 就可以了 大概有一個概念 150μm 但是LC呢 基本上你要有大概一個觀念 LC的話 你在一分實驗的時候 給你看那個顯微鏡上 你看到 顆粒 那個顆粒是 你看的 只是個micro meter 你們在做實驗 管部裡面填充的是五個micro meter 那目前在賣的話 最小大概 已經可以做到兩個micro meter 兩個micro meter 三個micro meter 已經有這樣賣了 所以可以比照一下 這差很多 LC裡面的平衡顆粒呢 是非常的小 那機器的話呢 是比較大 大蠻多倍了 是我們看過了 所以我們今天接下來呢 那就是要講這個 stational phase 所以我們雖然現在 大部分的機器都是用 capic talent 沒有填充的顆粒 用那個很細的毛細管的 talent 所以 你可以 所以就不要去管這個 picking material 那個固體 但是呢 這個在它表面的這個 鏡像 毛細管的話 在 你的毛細管的內地 還有這個鏡像 所以下面我們就要介紹 這個鏡像 那這個stational phase 非常重要 你的 板柱之所以可以分離 你一個mixture裡面的 不同的成分 主要就是靠你的 你的compound mixture裡面的各個成分 跟這個stational phase 之間的作用力 這個interaction 它們之間的不同 所以才會有分離的效果 所以 一個適當的stational phase 那麼它需要什麼的條件 或者特性 那麼這邊是列出來 所以這個desirable properties 這個意思 這是你希望要有的個性 那immobilize這個字 各位朋友要知道 因為會常常出現 但是固定在裡面 不能動 固定在裡面 固定在裡面的意思 把固定化 固定在裡面 immobilize 這個liquidstational phase 這個liquidstational phase 那我們看一下 有哪些 這個 特性呢需要去考慮到 到滿足了 沒有這些特性 它就不是一個好的stational phase 它就不會被用 第一個 是最重要的 來的第一點 它的low volatility 就是它的規範性 要非常非常低 就是它的肺齡要很高 all-in-point也很高 那麼它 代表它的規範性很低 那多高呢 就是 你們在做過機器 你們都知道 我們設定的話 250度 250度的星嘛 也都是更高 300度C 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的操作溫度 operating temperature 要比你最高 你希望設定的那個溫度 要高上100度C 它的肺點 要比你最高的操作溫度 要高到100度C 這樣的話 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它才不會揮發掉 它在那邊 然後慢慢慢慢的揮發掉 但你做完實驗它就沒有了 OK 好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第一點 low volatility 就是你form point要很高 所以呢 你現在在用的 你看得到市面团在賣的 那個staging phase 都是polymer 都是高分材料 所以它的這個 原因就是 你必須要有很高的肺力 所以在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高溫之下 它不會跑掉 第一點 第二點 熱穩定性 thumball stability 所謂的熱穩定性 這邊講就是 溫度很高的時候 它不會揮發掉 但是它也不能夠分解掉 或者說你溫度高的時候 慢慢它就分解掉 這樣也不行 這個所謂的thumball stability 它不能夠分解掉 改變掉 第三點是化學鈍性 就是它跟你的分析物 不要起化學反應 化學鈍性 所以這些當然聽起來 都是想當然而言 當然應該有 那第四點呢 是它要跟你的分析物 還要有一點作用力 所謂的solent correct characteristics 就是你的分析物到碰到它的時候 要能夠有作用力 那如果完全沒有作用力的話 沒有效 說的話 一個混合物裡面的成分 進來之後碰到這個鏡像 跟它完全沒有作用力 那就分不開了 所以要有適當的作用力 意思就是說 你要有適當的K plan 就是retention factor 那所以這一點 在後面看起來 基本上都考慮到這一點 就是說 你不同的鏡像 它跟你不同種類的 化物呢 它的作用力是不一樣的 好 前面這些 我們在後面就不討論 就是它應該要有的特性 就是溫度 所以這個是機器它本身的 因為要控制溫度 而且往往是高溫 所以上面這些特性 前面這兩點都跟溫度的關係 好 跟這個最後一點呢 就是你的Facial跟你的鏡像 要有適當作用力 那麼它這個作者呢 用了一個like dissolve like 我不曉得這樣一個敘述 你們在有機化學講過沒有 有嗎 like dissolve like 那這句話什麼意思啊 這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哪位同學 對不起 好 同類富榮 那什麼叫同類 什麼樣性子 同類富榮 這個翻譯蠻好的 我們先把它記下來 因為每次講到這個 它怎麼樣中文來形容 同類富榮 是講即興的問題 即興跟即興 非即興跟非即興 富榮 那同樣就代表它的作用力 即興跟即興作用力比較強 非即興跟非即興之間的作用力比較強 所以這個 指的就是你的分析物 這邊的話我們指的 你的分析物它的即興 跟你的鏡像 這個immobilized liquid 我們的鏡像 固定在你的管壁 毛細管道的管壁 在這個immobilized liquid 你的鏡像 它們之間的這個即興 volarity 如果match的話 作用力就比較強 如果不match 作用力就比較弱 而講到即興的話 各位看一下 這跟有機化學有關係 所以在這樣 這些特性的話 就要考讀學的有機化學 或者普化 我們先講 分析物本身 你的一個化學物 一個mixer進去裡面的成分 分析物本身 那麼即興高跟低 哪一類的化學物呢 即興比較高 那這個是 alcohol 好吧 那來看一下 他們的關門機 有什麼特別的關門機啊 那這個是有機化學的事情嗎 就是有分析的事情 這個分析 楊佳馨 楊佳馨 你的名字啊 後面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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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來順便一下 alcohol ohg ohg 這個 coh 很讚的 很讚的 啊 對 這個是NH2 amina group amine group 那個NH2 amine 然後這個是 coh 然後oh 那它這一類 這三類呢 它們即興最強 這三類 它們即興最強 meeting power is either, keton, abehad 王静宇 Ither,怎么表示? 不要翻译成中文 他的观点机,我们一般讲他的通识有什么特别? ROR Tito呢? 甲商店 这种甲 CWO 然后旁边呢? 他跟Alihan不一样? 接一个清 OK,这个旁边是两个碳 我想跟大家说知道 应该知道 如果现在问你,还不知道的话就麻烦了 Nombola的话就是饱和的碗基 Tesuit 还是Carmen 那这些相对的极性强弱 需要知道一下 我们学化学的 需要知道 很多时候你要做判断 萃取吧 而融解不融解 就要根据他们的观点机呢 跟他们代表的极性去思考 最后的话 最后的话 这句话 跟你们上一学期做实验 我们用的是直练的 换机 四个碳到八碳 你看到 他们出来的顺序怎么样? 碳数越低的先出来 碳数越高的后出来 看到碳数的顺序 对 那这句话的话呢 就是讲这个特性 是当你的镜像跟你的分析物 当的极性是match的话 像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话 你的分析物 只练的碳 是Nombola 极性非常低的 那你的镜像呢 也是用Nombola 所以都是用低极性的 非极性的 本身的镜像跟你的分析物 Polarity是match 这样的话呢 那你出来的顺序 这是按照你的point point 低的费点 低的先出来 费点高的后出来 这是你做实验看到的 类似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 你的分析物的极性 哪一类哪一类 极性大极性小 那你的镜像呢 我们现在讲的是 镜像 对吧 镜像的话呢 总为很多 那我们在研究的领域里面 非一化学的 研究的领域里面 在沉吸这一块 那么它的镜像的 不同种类的镜像 合成高分子 那么目前仍然是在做 在研发工作里面 尤其这些厂商 他们要去卖这个 管住的 那这一块 什么样的 这个镜像 比较合适 在目前来讲 仍然有很多的 这个 新的材质 说完 那但是在已经在 市面上卖的 大概是这几类 目前来讲 那我们看这个表 那我们看这个表 这个是GLC 是Gas Liquid Promotropic 一般我们就称GC 平常讲到GC的话 指的都这一类 这个 Mobile Base 是Gas 然后你的镜像 是所谓的Liquid 那镜像Liquid 它的名称在这边 那第二栏呢 是在市面上卖 它有不同厂牌 对同一类的 性质同一类的 那它用的这个 代号呢 不一样 就是不同厂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 那你平座鞋用的 两三个鞋的 都是用这个SE30 就是这个 Number 1 那第三栏 是你的Maximum Temperature 就是你可以 做实验的时候 操作的温度 最高你只能是 设定到这个温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的 只能到200度 那如果你 这个没有经验的人 温度一设 就设到300度 的话呢 这根康人给你 翻而去 你把温度设定到300度 然后就完蛋了 那康人就死掉了 会破坏掉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温度的控制 所以你要知道 它最高温度多少 你自己一定要知道 那最后面这个栏呢 指的是 哪一类的化物 你适用哪一种 镜像的Color 来做分离 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地方 都有一些参考的 资料给你 当然我们不需要 去背这种东西 但你要背的是 镜像本身 这个镜像 它的结构是什么 每一项很不一样 而首先呢 你看到这个Poly 就代表是 巨额物了 高分子巨额物 Dimethyl Diloxane 那 它的一个通事 我们背的话 大家记一下通事了 这个Dimethyl指的是 这边有两个R group 就是Methyl group Dimethyl 那这个字的话 代表C一样 那C跟Tan是同一组 TanC 所以也是有 一个C旁边要接四个键 四个 四个键 那所以它有两个是接 这个R group 如果是Dimethyl 当然是接两个都是Methyl group 然后C本身呢 跟前面的 接一个样 后面的接一个样 所以它这个Polymer的话呢 把这样一个单 单一结构 看这样一直串联出去 重复出去 所以有一个N N多少 那决定你的链的长度了 所以这个是Polymer method 那你这个通事要知道 然后这个R呢 它不同的话 就产生了不同的后面这些 所以你看第二项 那我们先看第一项最常用的 这两个Methyl group 然后这个Polymer 像我们用的SE30就是 那第二个呢 5% 是Phymer 然后后面是一样的 Polymer method 就完全一样 那前面多了一个5%的Phymer 那代表说 在这个结构里面 在这个Polymer里面 那这个R group呢 95%都是Methyl group 只有5%是Phymer group 好 那Phymer group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 赚 赚 OK Phymer group的本 一个本环 取代了这个Methyl group 那比较它们的极性的话 那本环上面有 有这个Phymer 赚 赚 你点头 所以呢 啊 我们现在有Bandling 有Bandling 相对这个Methyl group来讲 机器怎么样 啊 比较大 为什么 这Bandling 在Bandling上有Phymer group 所以它的Phymer group 那它如果说通过另外一个 有这个极性比较高的 这中间的作用力比较强 所以你们有机会 应该有教了 那这边要提醒一下就是了 就是像这些东西你们学过的啊 要用到啊 就是推荐的是说 在有机材用啊 那分析了这个地方 用的这个特性 再下来 50% 那代表说 这个R group里面呢 50%是Binium group 50%是Methyl group 是后面名称都一样 所以你基本的构造 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这里面的这个R group呢 Binium 比率比较高 一半一半 所以它的极性当然比 比前面这个更强 强一点啊 强一点啊 那再下来呢 这个是50% 但不是Phymer group 是Tri-Fluoro Prophil 有三个Tand 然后有三个 符啊 我不想你们有记忆在那里面讲 福的话 呃 怎么样 你们有记忆在那里面讲 福利在那里面的话 把谢李轩来 讲的话讲什么 那符 极性 有福的话是极性更高一点吗 是 有交过哈 我们分析面讲这个 OK 三个弧的 这样一个结构的 重点是在这个弧 三个弧的 相对来讲提性更高一点 最高的是这个 50%的Sino CN C triple bond N 然后接在这个三个态上面 这样一个结构 CN这个 triple bond 它的极性更强 最强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有六个 这样有六种不同的 liquid station base 这里面五种 这五种现在讲过的五种 基本价格都一样 只有这R group在换 有一种不一样的 是poly ethylene glycol 所以它的结构呢 比较跟它们不一样了 那么 ethylene glycol 本来就是C double bond 然后两边是OH 两边都有一个OH 它现在变成一个polymer 所以变成这样一个结构 那它的极性因为有这个OH 所以它极性比较高一点 那整个的一个相对的极性 Polarity来讲 最低的到最高的 比较低到比较高 这样相对的一个极性强度 那同学要记的是 这个名称 还有这个结构 这个需要知道 至于说这些代号 不用管了 那假如说有一天 你做实验的时候 你去做研究的时候 需要去用到这些机器的管束的话 那你要有概念就是 不同的型号 它相对于是哪一种极性 你可以查得出来 要注意这个温度多少 你一旦不用背 你要知道它的意义 它适用于分离哪一类东西 这边都可以参考 那同学没问题 那这个是Harris那本分析化学 那它也有一个表 讲到机器的时候 类似了 它有化解构是这样的化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的课本 它是六种stational phase 它们在文献上发表的一些应用呢 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当然一个结论就是说 很棒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它适合分很多的 alcohol 分得很好 那所以这张就知道一下 就是不同的这个stational phase呢 那么它可以适用于 不同种类的 类型的这个 compact的分离 接下来来讲就是 你的这个stational phase 怎么放上去 怎么放在你的 我们如果说现在都是毛续管束的话 我们就直接管 毛续管管束 不管这个patter material 那做法其实类似 那一般的做法 然后在鞋子里面做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 liquid station phase polliner 融在容器里面 然后呢 通过这个管束 当然要用这个高压 把它推过这个管束 就装满在里面 然后放在管束 那第二天呢 再把它多余的 把它改出来 推出来 那表面呢 它就coating一层 就重复一层你的这个polliner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polliner 它的结构啊 是这个样子 就很多的细氧细氧细氧 像细氧细氧 它的主要的backbone 主要的这个架构 就细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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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两边呢 有这个out group 那所以这些细氧细氧 那个氧呢 跟表面啊 这个毛续管也是二氧化细嘛 这中间就有作用力啊 还蛮强的 所以它就留在表面 只这个polliner 它就涂在表面 就除了一次polliner 就这样做啊 COVID 那这样做也没有问题了 其实还好 那但是呢 很难免会有这个 所谓bleeding的意思 这个现象 bleeding的现象 就是慢慢慢慢的 bleeding一般在这个 英文里面就流血了 bleeding流血 在堂玄啊 那这边的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一直在露出来 露出来露出来的意思 那就是说它有可能 你涂在表面 那不止一层啊 可能有一层 厚度在那边 那这外面 表面的东西呢 会慢慢慢慢的流失掉 流失掉 所谓bleeding 有可能 但是不会那么快了 那 所以在市面上 在卖的 那么他们不同的厂牌 他们都有自己的专利 自己的技术 他希望说 我们在这个境上呢 它的表面 非常稳定 他不会说 很容易的 慢慢就流失掉 所以我这个colin 可以用一年两年 像你们那个 机车废弃 用了十年了 看起来效果还好 就我们就 很正常的在操作 所以它 这个性能都还好 那所以叫Bony 那Bony的意思 就是间接的意思 是它 你的基本的这个架构 是一样的 这个polymer 但它希望 进行一个化学反应 让你的这个polymer 跟你的管理的 二话系 中间有一个见解 那怎么做 就是他们的 双眼机密 是基本上 也没有告诉你 或者是 cross link 这两个字 就是说 它在 管住在做的时候 除了polymer之外呢 它还要经过 进一步的处理 让它间谍的伤命 或者是 cross link 那cross link 我们叫做 这个中文翻译成交连 这直接翻译了 link是连在一起 cross的 那在polymer里面来讲 就是 我们刚刚看的 这个 一条 一个直连 跟下一个直连 一条一条 那我们希望 那一条一条中间 有横的 线结 把它 连起来 叫做cross link 那所以你变得 原来是一条一条 你相当于是 做这个 我们支部的话 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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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的在一条 一条 一条 cross link 起来 那它就本身的话 就更稳定了 那所以这两个的话呢 不管是bounded 或是cross link 你的这个station base 它在管住里面呢 进去之后 它要再经过 进一步的反应 才会有 这样一个效果 那所以 在课本上 它这样讲 它特别讲了一句话 说 这个是厂商的专利 那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要知道一下 因为上次有朋友 在问了 怎么样去把你的镜像 放在表面 那么一般 这样做 就可以了 其实 研究室里面 就这样做 直接coding 表面 那商业化的一起 商业化的colin的话呢 为了它的寿命 要更长 所以它经过第二步反应 间接上去 或者是cross link上去 所以更稳定 那厚度呢 有后有薄了 所以你在买的时候 你要自己看 不同的型号 同样的这个station base 那它的这个 厚度 有后有薄 你希望厚就买厚的 希望包买薄的 那一般建议你 那我们先 就是我们一分鞋 你们用的可能都是这个厚度 可以确定一下 0.25micrometer 这样一个 film thickness 厚度 那你说厚度 有什么影响 有厚有薄 对不对 厚好还是薄好 那在这个地方 你的后跟薄 影响到什么 那各位可以想 就是我这个后跟薄 那当你的分析物通过的时候 接受到你的镜像 那你认为后跟薄 哪一个让你分析物留在镜像比较久 哪一个让你分析物留在镜像比较久 那乌柔真 乌柔真 乌柔真 等一下 伺候还是宝 也是宝吗 为什么 哦 表面局 表面局 那我们的答案是厚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它 它会融在里面 厚一点的话 它会跑得更进去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厚度越厚的话 你可以想到 厚越厚的话 它跟它这个作用 然后它可以渗进去 跑得更深一点 所以你的这个KPLAN会增加 所以假如说你的分析物呢 它跟你的镜像作用力 就太弱的话 那有可能都分不开了 所以你希望这个 他们自留的久一点 时候可以分得比较好一点 假如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希望 你的分析物跟你的镜像 有比较好一点的作用力 就希望KPLAN更大的话 就要用厚一点 但厚一点对你的这个管住的分离效率是不好的 就厚薄影响到这个 我们公司里面 H呢 厚薄会影响到的是C这一项 所以你分析物 所以你分析物进入管住之后 在你的镜像跟东像的平衡 是不是能够很快达成 越厚的话 比较慢 因为它可以渗进去 越厚的话跑得越深 出来的 越需要时间 所以会影响到的就是C这一项 所以越厚的话 那么C这一项 那它的这个H就越大 就是说对你的Pick 它的宽度会比较宽一点 所以这两个是相反的 就是对你的效率不好 但是如果说你希望你的分析物 能够住得久一点 那么可能就考虑到 牺牲一下 牺牲一点你的效率 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 自由的效果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用厚一点 所以后跑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影响 那如果说一般的话呢 我们通常就选一个中间的 也不要太厚 也不要太薄 那最后一件事情 是讲到这个标题 各位看一下 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呢 Absorption Uncone and Packing Occabulary War 就是 你的分析物 那么它吸附在你的 毛细管的管壁 然后如果填充Color的话 填充颗粒的表面 的镜像 吸附在哪边 那么它的后果是不好的 Absorption 吸附 那在这个地方 课本是在放在前面一点 那我是把它移到 镜像讲完了 再来讲这个事情 那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如果说你去看它的这个叙述的话 那它是说 有这个吸附的现象 那通常发生在哪一类的compound呢 发生在极性比较大的 这个polar 指的是Archol 譬如说Archol 是极性的 或者说是polarizable 可以极化的 那刚刚问过的 图案解答 是Aromatic 可以拍的咖啡 Benerine 有Pi-Electron 它这个极性 这个极性比较高一点的 这类的东西呢 就极性比较高一点的 这个化物 那么它就会发生 有可能发生这个 所谓的absorption 造成的效果呢 就是Tailing 造成效果就对人说 本来一个pick 我们希望是对称的 结果呢 变成一个拖尾的 这个拖尾还不太严重 如果有的拖尾很严重的话 这个尾巴拖得很长 比如Tailing 这个理论上一个好的pick 应该是对称的 那方向Tailing的话 表示说你的尾巴的部分 就是你一个sample打进去 理论上这一段就慢慢出来 而Tailing的话表示 是你尾巴后面呢 还有少量的拖力带水的 留在后面 全面都跑出来了 后面还拖了一点点的 少量的在后面的慢慢的出来 那后面这个少量的拖在后面 慢慢的出来 原因就是说 它 你这样想 就是你的镜像很深 有论上以下 你的飞行物呢 应该是跟你的镜像作用 那会发生这种现象就是 我的镜像 涂附在你的表面 对不对 那是不是完全 所有的表面全部涂满了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 没有涂满的地方 就曝露出你的内币 你的管币就曝露在内币 就是我们涂附一层东西 那就有点像我们刷墙壁 刷刷刷 有的地方没有刷到 那露出来是底 就是它的这个墙壁的底部嘛 所以你可以想像是表面 然后 你的镜像在表面 那 有的地方呢 没有 没有 没有接到你的镜像 那 普鲁说来的地方就是你的 这个 这个Silica 二氧化系的表面 所以二氧化系它的 SiOH 二氧化系这个地方 二氧化系 它的表面 那么是 是OH SiOH 那它的这个 极性呢 非常非常强 非常强 所以理论上 你的管币呢 全部应该都是你的镜像 所以非系统通过的时候呢 就跟你的镜像 有作用 就一个作用而已 跟你镜像 有作用 那如果现在呢 有破洞 你的表面 没有完全 这个 突破你的镜像 有地方有洞的话 那个洞的地方 它的这个极性呢 就是二氧化系 这个表面 SiOH 那极性就很高了 就很高了 那当你的 Numbo的东西经过 就没有关系了 因为Numbo跟你的管币呢 这个虽然你极性比较高 反正没有作用力 就没有这个现象 但如果说你的分析呢 是有极性的 比较高的 这类化物的话 它本来是跟镜像 单一字文明 现在多了第二个 少量的地方呢 有这个破洞 不如说来是极性比较高的 氧化系 那我们这个氧化系 对不起 是系跟OH 这样一个这个 这样一个关门机 结合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叫做silent group C接了OH这样的group silent group 那么极性很高 那所以 但是这个破洞的地方很少 所以你飞秀通过的时候呢 主要是给你的镜像 进行这个 进行平衡吧 平衡反应 但是少量的破洞的地方呢 第二个作用力更强一点 那么所以让它滞留的 就是少量 使在后面 脱出尾巴出来 会造成车尾的现象 造成车尾的现象 那你说怎么办 这个做分析的人 希望你第一个对称 所以你的分离的话呢 假如你第二个 跟他很接近的话 你车尾越严重 分得越不好 但是这是坏事情 那厂商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呢 把这个洞补起来 把洞补起来 所以造成问题呢 就是这个破洞的地方 它这个表面是silent group SiOH 那么这个OH呢 急性比较强 会让你造成 对急性比较高的分析物呢 造成周围的现象 那怎么样把这个 急性比较高的这个OH group 把它变成急性低的 这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们就 进一步的 就是你的tinent出来之后呢 进一步的再进行这个反应 那这个反应是很容易进行的 我们叫做salernization salernization 再接上 就是我们再通过 这样一个洞物 通过去的话 这个反应非常快 也很容易进行 你不要加热 什么都不要 通过去接触就进行了 那所以 就让这样一个 这个洞物呢 通过去 那它接触到这个表面 破洞的地方呢 那这个 氯跟这个氢 就结合就去掉 就结合上去了 就细着接到这个OH上面去了 这个反应叫salernization 系的系维化化 很容易进行 也不要加热 不要干嘛 那进行完了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氯 这个氯的话呢 也是一样 在通过这个Methinal 我们的课本呢 虽然在进一版了 这个地方还是没有改造 你们自己去修订一下 这边是细了 因为这很自然 这边是细嘛 我们的课本这个字 它是用碳 这个当然是明显错误 就在经过这个Methinal 再通过去 那就变成OCH3 所以你的表面 就变成这样一个表面了 那它的极性比较低了 所以这个是 学化学的人 Solarization的反应 都知道很容易进行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它就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进行Solarization的反应 就把你破洞 难免会破洞 可能只有1% 表面呢 没有重复到你的这个镜像 但那个1%呢 就会造成你会有这个 Toward的现象 怎么样去补救呢 就进行这样一个反应 Solarization反应 那就可以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呢 从前面掉到后面来 讲完这个Station Face之后再讲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 Kyro Station Face 就是我们的Station Face 一般前面讲的6种 一般的分离就够了 但在分析上面 有的时候呢 你的分析的对象 是有Kyro 这个 什么叫Kyro Kyro Center 这也是有机的 我们问一下学长好了 存贯 什么是Kyro 你看到这个字 这个字应该看过吧 看过吧 有Kyro Center 有Kyro Center 或什么叫做这个 Sterio Asylum Sterio Asylum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立体 一购物 所以有这个 本身是立体一购物的话 有光学上 左旋右旋 这样的特性的话 那它在结构里面呢 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Kyro Center Pyro Center 像这个结构里面 它有Pyro Center 在哪里 各位一起看一下 找一下好不好 这个结构里面 它的Pyro Center 在哪里 找到没有 看得到吗 应该看得到 它在哪里 我问你了 哦 往前进来 在哪里 全係 对 就算看得到 在那里 在那里 就是 同在那里 等等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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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看哪里啊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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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在两个地方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它是 旁边接的是 四个都不一样 看着旁边接的四个 四个部分完全都不一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Pairer Center 如果是Pairer Center的话 它就会有左选右选 在立体结构上就有 会有不同 所以有LD 或是叫RS 像这个氨基酸 它本身的结构都是有 都是有左肩右肩 都是有Pairer Center 所以你假如一个生产出来的东西呢 像这个 药品 有可能是L foam 像你现在很多东西是L foam 维他命系统也是L foam 所以L foam是 是好的 但它的D foam 可能就是有害的 所以你去买东西 把它当药品的话呢 它的这个结构 是哪一个Fone 非常重要 只有L foam 可以是好的药品 D foam的话呢 只有杀人的 有害的 所以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呢 不能够是两个成分的都有 必须保证是单一成分的 它们两个的分质量呢 完全一样 结构呢 应该也说差不多一样 只有相对的 在光学 在立体结构上不一样 所以它性质呢 是非常接近的 但你也把它分开得很困难 所以你说它的极性差不多了 所以怎么样去分一个光学一个 所谓的Stero Isom 或是Emotional 怎么去分呢 那我们就在镜像上面 你的镜像本身 就必须要有具有 可以用的是 我的镜像本身呢 要有Carol Center 所以它本身的结构上 它就有 左旋右旋的特性 所以当你的分析物进来 有D-Fone L-Fone的话 某一个Fone的结构 它作用力就比较强 另外一个比较弱 所以利用这样一个特性呢 就可以把Sphere Isom 这个 在物理性质上非常接近的 这个Sphere Isom 就靠着你的镜像本身 它有Power Center的 这样一个特性呢 就能够分开 所以你记住一个原则 记住一个原则 当然你不要去废这个了 不需要废这个了 记住一个原则是说 你要约分一个Sphere Isom 或是Inashima的话 那你的镜像本身 就要选一个 选一个本身呢 就有Paracenter 这样一个特性的 一个结构的 一个镜像 它大概就可以做到 这样一个效果 好吧 总共感谢 ubs 里面